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余老师也受邀演讲 在TED演讲 那这个演讲引起很大的回响 因为你说了一个班上同学凯安的故事 那是怎样 凯安他就是一个身心伤害的学生 他到班上的时候 我们刚提过就是霸凌 他是没有办法在学校根除的 所以我那时候知道他要来我们班的时候 我就想 我就不要让他被霸凌 那因为我是分组上课 我不太可能为了他不分组 但是我可以为了他把课程的速度变慢 分组的时候同学可以等他 所以那时候只要每次轮到他要回答的时候 我就说慢慢来我等你 然后就像这样安静 然后全班就会等他 一般的学生就在旁边一直聊天 趁乱就一直聊天 可是就大概就是这样 每天每天都这样做 聊天的声音就越来越小声 你问我会不会焦虑 其实会 我也会担心学生会不会觉得 都没有进度什么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到928那天的时候 有个学生就写了卡片给我 他就说 仙女是我目前遇过最认真的班导 有些班导 对比较特殊的学生都避而不见 你却是更加的关怀他们 我超级感动 我觉得这张卡片最重要的是 有些班导对于比较特殊的学生 都避而不见 所以我们其实知道 学生都看在眼里 这个学生素质很高 你看他的字体很漂亮 很漂亮唐家辉 而且他还会画漫画的 很不错很不错 那这张是什么 这张是就是这样子两年的情况 我们全班后来到同学上台报告 也等他了 我觉得很棒 然后毕业学生是不是要送卡片 那送卡片 我看到这张我就掉下眼泪了 他就说 谢谢仙女两年来的指导 你真的是一位很特别 而且读书一格的老师 这两年来 我真的学到很多事情 我们高一的时候 跟凯安同班 对他的态度非常恶劣 可是你不一样 因为你对他的态度 是积极而且正面的 所以当学生的我们 才会好好的带他 你真的教会我们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 这个很好的回馈 周梓杰 所以我那时候拿到的时候 我眼泪就掉下来 刚好TED就有个素人的海选 我就想 或许这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或者它是一个故事 是这些学生知道 怎么样对待这些孩子 从以前 我们从小到大的历程是 我们看到这些小孩是会怕的 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善待他们 没错 所以我才说了这个故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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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